看完這個有什麼感想 先問一下看完這片你有什麼感想 我來看一下喔 品萱在哪邊 喔 記起來吧 新畫在哪邊 你看完有什麼感想 買麥克風給他 但是感覺在身體生活中 有像這麼多事 OK 你所謂的事情 你看完第一個感想是來自於說 雖然有時候會有好的結果 但是其實大部分事情之下 事情並不會往這個方向來發展 OK 那所以呢 對於當事人的話 如果你是裡面任何一個分子的話 你會覺得你要怎麼做 你記得要登記點數喔 不要說不登記 好 再來抽一個 我想一下 就是像那個啊 那種維修的企業 他可能就不想要負擔造回維修的成本 所以就有一個選擇力 就是馬則就是一直騎啊 騎給別人 你說的是在那個希望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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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企業如果發現問題的時候 可能應該早一點面對它 而不要想辦法隱瞞 因為到最後很有可能遲早會爆掉 然後到時候更慘 就是開人插桌標 OK 好這是你看到的感想 好還有誰 我覺得就是 那個哲田他說過一句話就是 原本死了一個人只是一口之處 直到他看到那個 那個才會真的 真的有 就是對面的資訊就會有不一樣的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聯繫好企業的話 就是我們所說的那個 DDP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在背後做決策 立討資訊可能就過去了 可是你走到第一線去看的時候 會有不一樣的群眾 是 好很好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之前有舉過例子 例如像我們在舉說 你坐在那個 你坐在那個什麼 你坐在戰爭室裡面 看著別人在炸別人的時候 你完全不會有感覺 好像你在打電動一樣 但你真的當那個人 站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把那個人打下去的時候 可能是兩個不太一樣的 story 那事實上對於各位來講 各位日後大部分的人 可能會比較偏好於說 我坐在辦公室裡面 像蛇田這樣子坐在那邊當科長 然後旁邊事情不對的時候 叫個小弟過去說 你來幫我接電話 千萬不要說我在這樣子的人 可是當你這樣做久了之後 你很有可能會讓你失去 失去跟現實社會的一個連結 那另一方面來講 這個東西也拉到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是來自於說是 呃 事實上 這幾 事實上在大概 70 80 年代之後 我們在管理上面 越來越重視數字的管理 那數字這個東西不是不好 它有很大的好處 幫助我們做很多的判斷 但是當很多的時候 如果我們只 看了數字 沒有去看到其他更多的東西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發生像 澤田 他剛剛講的那種狀況 他沒有親自 他在看到數字 只看到一個消息 他不知道那個消息 事實上 對於消費者 對於社會之間 重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在某些的 你的一個 就管理者來講的時候 某些行動上面 事實上你適度的 出來 跟你的客戶 跟你的供應商之類的 打一些交道 做一些定期的拜訪 是可以幫助管理者去避免掉 你會有那種 所謂的Turnal Vision 過度的仰賴 避免的一些 數字或文字式的資訊 而喪失掉人跟人 這樣的一種touch 還有什麼東西 是你們有看到的感受 你先 就最像我們社會上 就是一開始 滿有爭議感 但是 你受到一些利誘啊 升遷 其實就又 又會回去到想要暴斃 但是 他又在工作中 又受到一些政治的欺壓 最後又決定要把這件事情 公布出來 人是一種很脆弱的動物 就是他一直被拉扯 常常有吵 常常有吵 好 那 我再問一下 我先問一下 那你們覺得 如果讓你來 如果在用好人壞人 兩種分法來看的時候 你會怎麼看哲田 好人或者壞人 覺得好人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覺得哲田是個壞人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一位 好 其實哲田在這裡面來講 哲田這個人是個很有趣的一個角色 是因為 我會覺得他反映出來我們大部分的人 我們正常人的反應 會是像那樣子的 甚至我們大部分的人 可能會像哲田那個同期 在製造部門那個同期一樣 嗯 我總覺得該做些什麼事情 但是 我有小孩 我結婚了 你沒有結婚 所以你去做吧 記不記得上次我們講到過一個觀念 叫做旁觀者效應 我們事實上在主持裡面 或在學校裡面 我相信你有看到很多 你覺得不對的地方 但有多少人 真的下來處理他們 我們頂多嘴巴上唸一唸之後 想想 可能對你們來講 反正 老娘念兩年書就閃人了 跟我屁事 或者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可能是頭縮起來 所以我們會講 可能會有一些人 他會挺身而出 但是很多時候 事實上 這種人不會發生 那是很正常的 我覺得我最大的感想就是 因為文章 就是老師要你看的文章 裡面有提到說 吹哨子 為什麼會想要向外住的人去接 很好 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在現場的公司感到不滿 然後像是那個副客長 跟哲田後來都取得告 就是因為他們對希望汽車長 他們有希望 所以他們才想要把這個 醜聞公主於是 他們真的不喜歡希望汽車嗎 對於他們來講 你覺得哲田 和另外那個 另外那個後來被調到大阪去的 那個副客長 他們對於希望汽車 他們感覺 你看影片的感覺起來 他們是對希望汽車 忠誠的員工 還是他覺得 這個公司對我不好 我要背叛他 大部分人感受到的是忠誠 對不對 在文章裡面有提到過一個東西 是來自於說是 他有調查過一些 會做吹哨者這樣子的動作的人 他發現到很有趣的東西是 一 這些人大部分很資深 二 大部分位置都不低 而且三 對於公司是 很多是有忠誠度這樣子的狀況 跟傳統觀念起來 我們認為說 會想去照面做吹哨者的人 他就是壞人 因為他對於組織沒有什麼好感 然後想基於說 我要報復組織 而出來的目的 但至少從這個影片裡面 來看到的時候 跟文章裡面講的概念 是很類似的 事實上大部分的吹哨者 他們是對公司忠誠的員工喔 那這時候新的問題出來了 他們為什麼會想吹哨 如果他們愛這家公司的話 為什麼要吹哨 愛完之後發現被背叛了 所以想報復嗎 你會覺得系來自於無法改變 你會覺得系來自於無法改變 在這個情形之下 就影片來看就好 我只好 因此去輸出在外面的力量 他可能在過程中 那個背叛了大版的 在過程中 都有警覺到這一次 可能都有迷之 可能都失敗 這次事件太大了 那這個情況 OK 好 很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為什麼吹哨者要吹哨 有事 你昨天有說 他對公司的公司好聽說 他會希望他透過這樣的 他可以讓他總好 然後那個影片裡面 那個三部 就是那個背叛大版 他就有說 他就是非常喜歡這個公司 所以他來到這裡 然後 他就是因為覺得 公司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情 我不希望晚上 我待在怎麼這樣子 所以我才想要去調查 我希望我想 至少我待在公司 做出來的汽車 要是好的汽车 看起来是像这样子类似的概念 哲田 到后来哲田有离开这家公司吗 为什么哲田没有 他有讲两个东西 他有明文的讲一个东西 隐藏了另一个东西 明文的是 就好像我以前问过我一个在事务所上班的同学 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这个会计是事务所这种地方上班 你能那么喜欢算会计吗 他告诉我的事情是说 其实并不是我喜欢会计 而是他觉得我只会这个东西 所以我只好在那边维生 这当然可能性一 哲田本来是做汽车这个体系出来的人 对这个行业最了解 二 另一种表现也有可能是来自于说是 他对于这家公司是有感情的 他希望这家公司变得更好 尽管后来他可能要被另外一家公司合并过去 但是还是愿意留在这家公司里面 如果看完这边 事实上从这里面 这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吹哨者的一些东西 他们动机基本上是良善的 那新的问题出来了 在这么良善的动机之下 至少看到好几个人都希望公司是好的 好像 哲田的部长 哲田的上司那个代理部长 是不是希望公司是好的 看起来 他感觉只是想要 他感觉只是想要 他有点类似旁观的态度 就是 你去做你去做 那为什么后来他会愿意把那个纹送上去呢 走不好送上去之后 他也可以获得一点 因为他可以免着 对啊 那个部门可以免着 是 因为那个周经卡说这样部门就 OK 所以昨天找到的方法可以说服他去帮他做这个事情 所以可以是哲田 这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来自于说是 他虽然周来都不敢讲话 就是非战区 但是他也会对某些事情不满 所以哲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那我顺水推舟推一把就怎样 然后出了事情反正哲田 叫哲田出来背 然后如果成功的话 一有可以改造我们的公司 二是或许我可以拿一点credit 也许这个东西跟他那个量子之下有关 好 那其他的人呢 他们真的都不爱这个公司吗 看起来 还是说是 他们其实并不讨厌这个公司 但基于某些的原因 使得他们 让这个事情不断地再发展下去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像 这个东西来讲的时候 事实上最早是哪个部门的问题 平保 平保那边 平保应该要找出来说问题坏在哪一边 然后平保知不知道问题在哪一边 其实他们知道 他为什么不讲 因为要花钱 因为部门可能要花几百亿 那所以他们就不敢做 那如果那么社长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对 常务董事知道 OK 常务董事知道 所以社长收到那个东西之后 第一个反应是给谁 给常务董事 所以这里面又代表了另外一个事情 我们之前还在讲说 我们需要微搜独播是来自于说 这个组织希望自己可以不断地变好 这种形式我们需要微搜独播 那么当我们组织的领导人 也不大希望组织 从本质上面变好 而采取一种叫做 往问题压下来态度的时候 就会出现像这个上面的一种做法 其实大家做的都很聪明 很像一般正常组织在出现的事情 例如像 我们先讲银行那边来看 银行那边负责审核那个专员 他的上司愿不愿意审这个东西 不希望 可是他有明确地跟他讲说 我不希望这个东西不要过吗 他只讲了一句话 你可以慢慢地省到你满意为止 他有没有白纸黑字 所以出了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办 这个专员该死 在这个影片里面 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在大型组织里面 上司跟下属的一些往来知道 在这样子的组织之下 我们才看到的事情是说 至少在影片里面这个企业当中 一它是个层级很分明的 第二个在这个层级里面 很强调所谓的一种我们叫做规则性 规则性指的事情是说 我要把这个事情 让这个人来去扛这个东西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会使得组织里面 有很多很多可能前线发现的问题当中 就因此会被挡下来 再来大家也要保住屁股像这样子的事情 也是在这影片里面会看到的 但是这题外话大概讲一下 一个领导者我会把领导者分成三种等级 第一种领导者叫做解决问题的管理者 他是来解决问题用的 第二层次的管理者叫做把问题给排除掉的管理者 什么叫排除掉呢? 就是这个问题浮上来 但是我想骂让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问题 然后告诉你说 对不起事情太大条了 所以我不做 那里面的常务当中有一段的表现 就是想做类似像这样子的话 解决不了啊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啊 第三种就叫做制造问题的那一种 这影片里面没有看到制造问题的 这样子类型的管理者 那在大部分的组织里面 我们期待的是看到第一种 解决问题的管理者的时候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和这个组织里面 就会需要有像良好的一种 Visor Blower的文化 这里面当然可能要包括各样的一些因素 例如像说好 你要鼓励员工提出一些问题 并且你要给他一些适当的一些回应 这些适当的回应当中 以这个影片来看的时候 上面管理者知道下面的人 有问题发生的时候 他们的处理之道是什么 他有哪些的处理之道 把他伸到他想要去的地方 假装让他去 这一招厉不厉害 这招其实蛮成功的对不对 好 这招如果就暂时 如果就 我刚刚提到第二个层次 处理问题这个层次来讲的时候 它是高招 因为最起码好像 我们刚刚提到过说 很多Visor Blower是一 我对主持有很大的一个規许之类的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把你调到另外一个不相干的地方 让你至少看不到这个坏的地方了 在给你一些发展的空间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好很好 的一种处置的方式 只是在影片里面 把它做坏了 再来 在很多的时候当中 这些问题会不断地去累积下来的时候 其实是来自于 在组织里面 很大的习惯是来自于说是 我们刚刚提到过说 这种组织看起来是很强调规则性的 所以一旦有出问题出来的时候 大家反应是什么 这个是你平保部的责任 这个是你制造部的责任等等 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 大家会基于规则性这样子的逻辑 去避免到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每个人都知道事情是错的 但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面对它 一方面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屁股 但这种情形之下 也会对所有的 whistleblower 产生另外一种 所谓的一个旁观者的压力 只是那个人特别人说是 好 我一旦吹哨的时候 可能我会有一些后续的影响 那这个典型的例子当中 记不记得他访问到 另外一家公司叫富山资料公司里面 资料给他的人 现在抬头是什么 总务科长 他本来是谁 为什么要把维修科长 调到总务去呢 不让他管这件事情 对 不让他管这件事情 要把它给放到另外一旁 因为过去当中 他想揭露这个东西 已经为公司造成了困扰 公司的高层 是希望汽车的人 在那边上班的人 跟那边上有一些感情在 所以不想做等等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如果在组织里面对 Whistleblower 没有一些较好的保护 跟安置的一些机制 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也有可能会去阻碍掉 所谓的 Whistleblower 发生像这样子的状况 但从影片里面来看的时候 最少我觉得PayPay里面 讲到了一个观点 我觉得很有意义 是来自于说 一 因为PayPay把 Whistleblower 放的范围比较广 从狭义的组织 从狭义的 跟外部接洋的人 和所谓的内部里面 发现问题的人 都算在里面 但是PayPay里面的建议之一 是说 你要能够在内部 就先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这个观点 至少从影片里面来看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有办法 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这点必须要注意一下 好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上到这个地方就好